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邦 台湾的海洋故事书这个节目 我们除了可以听以外 你也可以上振修大学的网站 去看我们的摩克斯的课程 我是振修课大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前渔业署的署长谢大文 谢学长 因为刚刚讲过是我 台大大学的学长 所以一定要先尊称他学长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对台湾吃布拉蜜的 相关的一些资讯 以及应该有的一些态度 可是我们台湾其实不只有 吃那种小的布拉蜜 你台湾人更厉害 我们更吃很多的鱼蛋 那有哪些鱼蛋呢 不可以请我们的谢学长 来为我们做一些说明 然后从中间可能举一个 更具体的例子来做一些说明 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鱼就是有卵 然后再腐化 然后才会有我们吃的鱼 那鱼卵呢 事实上也是在料理上 尤其在日本人他们眼中 鱼卵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啦 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乌鱼籽 就是乌鱼的卵 它每年冬至前后到台湾回游过去 那我们这种鱼卵呢 吃的不够还去养殖 所以最近大家看到的这个乌鱼的鱼卵 乌鱼籽大概大部分都是养殖的 那这养殖的他们技术也很好 从饰鱼方面改进 另外还有从这个 当然它是一定要希望养出来的 几乎都是全尺 都是母的才有鱼卵嘛 所以他们用这种 这个技术方面来改进 那这个乌鱼籽 它这个品质也很好 但是那个还有很多 包括虾子也有这个虾卵 这个也是鱼卵的一种嘛 那另外呢 还有很多这个种类的鱼卵 不过我今天我想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过去在野业行政跟管理方面 将近40年 那有一种鱼卵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就是在基隆那边很多 就是那个飞鱼卵 是有人做飞鱼卵香肠 其实飞鱼卵最大的市场是在日本 而且这种飞鱼 大家也知道 飞鱼是我们台湾一种很传统的产业 比如我们到过南宇 那边有这个我们原住民大五族 他们就是每年有飞鱼记 那飞鱼记的话表示就是很传统 每年在一定的季节 其实就是我们很好的医院的管理 他有限定说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来抓 甚至他还规定说 男人跟女人还有小孩子吃的 这个好像都有区别 这个他们有习俗上 但是老祖宗都有他的道理 然后这个季节一过 他们就在海边 就是送这个乌鱼回家 那明年再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这个飞鱼 其实台湾话叫贵鱼 那这种飞鱼 其实它不是很好吃的一种 在我个人来讲 但是那个大乌族 他们就是把它晒成鱼竿 然后组成一些他们所谓的家肴 来款待一些宾客 但是它的鱼卵 日本价格很高 所以我们的渔民 想要捞这个鱼卵 那鱼卵怎么捞呢 我想方老师你了解 它这飞鱼它就是在这个海面上 找那个水草 它就产卵 然后那个卵附在这个水草上面 然后孵化以后呢 就等小的飞鱼来去成长 那这种一是一种 这个我们人类很厉害 看到渔民看到说 这个水草 所以它收集 大概每年可能差不多四五月到九月 就飞鱼它一个产卵的季节 它就去捞这个水草 这个水草捞了以后呢 洗一洗就把那个卵洗出来 那个卵就是刚好也不能太成熟 刚刚好 它吃起来 它还会在嘴巴里面会跳 所以这种鱼卵 在台湾其实现在很多人喜欢吃 那这个鱼卵这样子收集 但是我们的渔民 因为以这个为生 我们也怪它 也不能怪它 他们就想说 怎么样可以捞得多一点 所以他们就用草席 在台湾就是用草席 丢在那季节 丢在海面上 结果那个鱼看到这么好的房子 它就自己住了就产卵了 结果收那个草席 所以鱼卵的产量就增加很多 因为这个效率很高 我们在台湾这个要做草席 可能也找不到那么多的工人 现在也很少去做草席 所以到大陆对岸去 去请工厂去工人来做 那大陆那边的人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你们台湾人真的很可怜 以前我们吃香蕉 你听说你们吃香蕉皮 那现在呢 你们现在冬天我们盖棉被 那你现在要盖这个草席 就渔民听得很火大 他说死人才盖草席 他说那你要盖什么 他说我要补这个飞鱼的卵 收集这个飞鱼卵 所以那个渔民就给他定那个草席 但大陆那边呢 他渔民也有渔民 他讲说我来试试看 结果这个很容易 因为这种就是铺在海面 在这季节 在五六月四五月的时候 他们开始就铺在海面上 那定时间就去收回来 然后洗洗 哎 采样大增 结果大陆那边呢 也跟着在跑到我们这边海域 来这边来补这个飞鱼卵 所以在那季节 跟着我们在基隆 也同家园那边就在海面 所以台湾的这个飞鱼啊 我们也没有精确的资料 但是我们还是有些学者专家 也在做这个 像海洋大学啊什么在做 那发现这飞鱼啊 的数量越来越少 那当然就是跟那鱼卵有关系 但是我们要控制这个鱼卵 台湾现在抓这个飞鱼的 大概是澎湖 季节它会进会到基隆 靠港 还有基隆这边 所以他们抓这个飞鱼卵 这种鱼业 形成一个很特殊的鱼业 但是这种鱼业 我们觉得 一定要管制 所以我们马上 就是找一些学者专家 那我们管制 台湾的渔民 就跟一般的民众一样 你妨碍到他的身际 他当然就来抗争了 那时候我记得立法委员 跟我们这个 很大的一种压力 但是我们觉得 还是 我觉得在这个主管机关 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有 不是理想 你要有信念 信念 就是表示说 我对这个理想 我是非常深刻的 而且你要让这种信念 能够让多数人 慢慢的能够去了解 所以少数人的没关系 你要慢慢的 民众变成多数 那你的政策 一定要多数人 自己才能够去做 那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做法 就是在资源管理上面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就现况你就停止了 就是不要再增加 然后你收集资料 让这些这个渔船 将来要减少 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有一个科学的依据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每条这个船 可以抓多少几公斤的 这个渔卵 我们就限制 然后抓到满了 就不能 那我们渔船的数量 给它限制 因为我们用太监 就不能任意增加新的船 除非是旧的船太监 所以这种坚鱼的渔业 我们限制它的数量 然后它捕捞的那个季节 然后我们统计 然后最重要就是 像方老师这种学者专家 来学术我们搜集的资料 那我们这个 就有种警觉 说这个一定要加于管制 那怎么管制呢 我想就是 我们渔船 就不要 数量不要增加 第二个就是 它捕捞的量 我们限定 每条渔船有一个配额 所以我们限定 它多少公斤 然后这个 控制这个量 但是很多这个民意代表 他说这个渔民 你这个为生 我们不能给它限制 那我们跟它 说明了很久以后 我们定出一个 管理的办法 就是说你只能在 这个季节中间 只能一条船能补到多少公斤 这样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 资源的管理 其实已经在 在破坏了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 当然可以采取更积极的 来限索 但是对渔民来讲的话 我觉得 就是把它冻结 不要再增加这个渔捞量 不要再增加这个 渔捞努力 让它就可以来 来这个 回复这个资源 所以我们现在的 非渔卵 我们现在已经定下来 这个规定 就是说 数量不要增加 然后每条船 在一定的数量之下 来控制总量 那其实我们控制的总量 并不影响现有的渔民 因为它本来也差不多 抓住的数量 但是对整个资源来讲的话 不会因为价格好 一窝蜂大家投入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渔政机关 一定要对这个 办法要落实自己 不然的话 台湾的渔民 不遵守 另外最重要就是 大陆的渔民 跑到我们海域 我们有疫情 这个海巡署 一定要严格来执法 而且不能到我们的海域 没有我们的许可 不能进入我们的海域 来捕捕 因为这个都是 比较严近海 所以我们应该有 这个关卡权 所以让渔民的幸福 不能说 我们自管我们的渔民 这个中国那边的渔船 才破坏我们的资源 我们当然要驱离 或者把它要查扣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资源的 用管理的一个例子 那我是觉得说 其他的也应该 寻这种方式 对于这个 捕捞的数量 做一个相当的一个管制 最重要就是说 在这个期间 一定要继续收集 我们到底 我们捕捞多少量 然后对资源的影响 不够大 是不是可以再开放 多一点 还是说还要再限缩 就要有一个 科学的疫情 这样子 运民也才会去 那我们的民众 他也会放心 把这个管理的责任 交给我们的政府 所以你看 我们又听到了 另外一个 有关这个 鱼业管理的例子 但是他使用的 其实非常有意思 也是那个鱼蛋而已 可是他还是有 他的利用的空间 但是必须要用 很准确的方法 去管理它 那这边我要 补充一句话 刚才我们的学长 讲说那个叫做 飞乌 你下次有机会 去市场看 那个乌鱼 和那个飞鱼 他们真的都是 非常类似 你把那飞鱼的翅膀 变小的话 他的那个鱼翅 变小的话 他的那个嘴巴 都是在他的头的上面 所以真的 用一般民俗来讲 他明明是飞鱼 不是乌鱼 然后跟乌鱼 长得很像 这就是会飞的乌鱼 他们很有学问 很有学问 真的是 不过 我们刚才讲的是 非常非常小的 子制鱼道 鱼卵 越讲越小 我们既然今天 请到了我们的 前鱼业署署长的话 我们干脆就把考题 搞大一点 我们就 从最小的鱼卵 讲到我们全世界 最大的鱼 就是有关我们台湾 对金鲨的保育 和管制的一些方式 是不是也可以请您说一些 金鲨 其实我们 就叫它豆腐鲨 大家就比较熟悉 它是鲨鱼的一种 所以我们叫金鲨 很多人以为 它那个体型大形容 用金鲨鱼 它不是鲨鲨 是金鲨 所以它是一种鲨鱼 软骨鱼类的 对 那么金鲨 其实在 苏澳 那一代 就很多 这个豆腐鲨 它们 这个肉吃起来 软软像豆腐 所以 胶子很高 很大 很好 所以它们喜欢炒芹菜 还有豆丝 但是这种鱼是全世界最大的鱼类 那么鱼类它这个我们长期的观察 因为教授协助我们来做这个研究 我们一年抓的差不多数量 它差不多 以前 对不对 以前 对 那么这个数量 越抓可能有越少 然后它这个体型 越抓越小 后来我们了解它的生物特性 它是一种成长 这个成熟期很长 然后它生得很少 所以这种生物特性就是说 你假如不加以这个限制的话 这资源很容易就是被利用到骨节 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在国际上当然有压力 因为很多这个 要把它列入这个 所谓的华盛顿 这个公约 就SITES 要把它列入 但一直没有办法列进去 但是已经相当危险 会把它列进去 一列进去以后呢 可能利用就受到很严格的限制 所以我们台湾 有一个叫做野生Y8 一个国际的很大的一个组织 他们就派人来台湾 他们认为说 其实他们的一种想法是 这么大的鱼 成长那么慢 长得那么可爱 那么温馴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吃它 事实上那时候的 主委也有问过 说它产食 我说一年差不多 不到两千万台币 我们把它禁止的话 其实可以赢得 国际上的一些赞美 好像是我们这个 配合的保隽 但是我作为一个 渔业主管机关 渔业永续利用 那么它是一种鱼类 那我们认为说 要禁止也可以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 特别的依据 所以我们是也赶快成立一个 鲨鱼的这个工作小组 特别针对金鲨 我们来做研究 所以我们那时候呢 也是采取说 我们每年就是定定 现在的数量 不要再增加 所以我们从陆陆续续 从这个原来一百头 到一年只能补八十头 六十头到三十头 一直到这个二零零七年 那我们一直跟这个 保育 国际保育组织 我们跟他讲 他都去见过院长 见过总统 见过主委 那么我们希望说 这个金鲨 是不是能够 这个来做一个保育 那我们认为说 要有一个时辰 所以我们从这个 定了很多的办法 假如达到这个数量 定制网也是会抓到 那我们就也放 那我们给云民一些补偿 所以福记组织 到最后 他对我们的做法 非常非常赞同 因为这是唯一 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 渔业国家 能够永续利用这些资源 又能够见过到 保育 这些这个原则 那我们作为一个 渔业国家 还有其他的鱼类 我们也用这种原则来 做保育 所以我认为 这是我们一种 相当成功的一个 保育的这种典范 不过 金鲨虽然成为一个 国际上 台湾表现得非常有 典范作用的这个鱼种 但是 国外的对金鲨的保育 其实还发展的还蛮久的 因为那个 Wild Aid的那个 他的执行长叫Rebecca Rebecca 对对对 国外 菲律宾什么都有的这个 米油 对对对 观光 对对对 那个 我们还其实蛮熟的 但他在国内 引起真正的 大家的这个 注意的时候 你知道是从谁开始了吗 当然是我了 我说 不然我怎么要讲 不然我 不是我的事 我都不会在节目上讲的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海生馆的一个动作 我想要各位知道 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台湾呢 过去在很多年来 一直是把金鲨 豆腐鲨 当做一个 蛮普通的鲨鱼 在消费的 而且是相对 价钱比较低的鲨鱼 一直到 所以以前都来做鱼丸 鱼板 鱼浆 一直到后来 我们经济整个发展以后 他才爬变成 用来炒的吃 对不对 你刚刚讲说豆豉 炒那个芹菜 可是我们吃金鲨 其实是一个 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在2000年 我们海生馆开馆了以后 我们做的这个 整个的大洋吃 其实在规划的时候 就有考虑到 养大型鱼类 那个时候就包括了金鲨 那个时候 全世界尝试着养金鲨的 其实就是 琉球的水族馆 琉球水族馆的馆长 吴基达跟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们在设计 这个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的 大洋池的时候 其实就有考虑到 像金鲨这种大型的鱼类 它其实有些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讲 它大洋池的后面 其实不是平的 它有更生下去的地方 就是为了让大型鱼类有一个巡回的空间 然后在2000年的左右 海生馆开不完以后呢 我们就注意到 台湾其实有很多金鲨 就像你讲的被抓到的 然后被钉子王抓到 但它就被吃掉了 那我们最早就是从我们旁边的竹坑 开始去练习 在金鲨被捕捉到以后 我们想办法把它买下来活的 然后养殖 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一种野生的鱼类要转移到 能够在人类的养殖环境中间 存活下来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不买它的话 它就被别人这样 我补充一句 那个金鲨 我们因为有这个金鲨鱼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来收集它的样本 所以很多国外学者说 假如金鲨全面禁止的话 台湾可能是唯一 赶快要保留 它的骨骼 或是一些生态的资料 另外就是我们有做野放 用那个GPS 就是来做这个卫星的追踪 所以台湾可能是全世界 对于金鲨生态研究 最完整的 因为像外面国家 他们绝对都不抓 那根本没有这种资料 我们还抓了以后野放 所以追踪它的一个 它的回游的这个路程 真好玩 所以我们抓金鲨 反而变成全世界 金鲨最重要的资料 收集的国家 日本对金鱼也是这样 他说没有金鱼一跃 我们对人类对金鱼了解 对它生态回游 像日本 全世界做的最深入 因为它要利用这个资源 而且日本人讲说 像这种金鱼 它最怕绝种 因为它们子孙还要吃金 所以它们对这种信念的坚持 但是它们有很多的科学资料来 support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学习的 是的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节目 不小心聊聊聊 聊到这种地方 这么具有冲突性 但是同时具有科学性 但是同时具有前瞻性 同时具有不同角度的 这种谈论的方式 那我想我们在下一节 会对这方面的议题 做更多的论述 那就请各位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